妹子 别听别人胡说 你男人是好样的 我给他证明 我给他证明 他把体团在这儿了 我证明 老婆 老婆 所以我需要把孙姐夫 刚好地 尽快地完成送药 把这个荣誉给她送回来 因为她原来得到的荣誉 就是广荣九层 最后来把这个广荣九层 还有默契 我想尽快地能够 给她绘治这个荣誉 古兮之年的王爱福 曾经有过长达 二十年的军旅生涯 虽然已经走出了战场 但是王爱福 却依然能够感受到 战争的无情 和带给人的无奈 在抗美圆月的战场上 王爱福曾经有一个亲密的战友 叫张广源 在战斗中应有牺牲 复原后的王爱福 来到战友的家乡 他很想去看望一下 战友的家人 但是 在当地却怎么也查不到 战友的任何消息 一个尔等工程 运勇兴 在部队又把它变成金木 又变成 这是个词 演唱 最后呢 到现在呢 结果呢是 家乡就没有他的名字 所以又反差不离去 当然事实上 也是一个很大的 就是感到一种 蛮少 就是说 这是落在塔里头上了 如果落在自己头上 也可能这样吧 1995年 王爱福在太原的旧书摊上 偶然发现了几本 发黄的书册 里面的内容 让他惊呆了 那是一份 阵亡将士的名册 上面写着866个 太原占一种牺牲烈士的名字 此外 还有84封没有寄出的 阵亡通知书 阵亡通知书的遗失 意味着烈士的家人 也许还不知道 他们的亲人 已经瘦洒杀场 他们也许还在等待亲人 有朝一日回到家乡 按照阵亡通知书上的记载 王爱福开始了漫长的 群防取证历程 作为一个从战火中 幸存的老兵 王爱福深深的觉得 送阵亡将士回家 为他们找回失落的荣誉 这是他终生应尽的意义